我们最近正在安排魏塞节 下个月是魏塞节 也就是全世界佛教徒共同庆祝的一个节日 魏塞节做一次超度大法会 为什么这样去安排 那么这次的全世界的冠病瘟疫 到目前为止 整个全世界感染的快三百万了 现在看只是时间的问题 然后死亡人数已经快二十万了 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的 那么这个冠病这些死亡者 他们的灵魂目前在哪里 所以在释迦牟尼的经中讲 那么神使 人死以后离开躯壳 有个神使在中阴的这么一个状态中 那么他的魂魄去了哪里 就是按照经典论述 这个叫魂神 神使还有个魂魄 连在一块叫魂神这么个概念 而基本上是 这次冠病死难者 基本上都是突然 感染终止生命的 病死的 那么并且病死的时候 的这个真相很恐怖 据有关报告来描述 他们死亡的时候 大喊大叫 症状很像人在水里淹了水 呛住了 不能呼吸的症状 而在这样恐怖的死相之下 巴难横死 他的这个天魂离开肉体之后 地魂和人魂和魄 紧密地连在一块 就成了厉鬼 大家知道 这个有吊死鬼 有淹死鬼 那么他们的症状是呼吸 呼吸不来 就像人淹在水里 不能呼吸一样 所以是极其恐怖的 死亡的症状是极其恐怖的 那巴难横死者 因为这个地魂 这一魂不能够去地府 阎王殿 去转世轮回 而只能在阴阳两界 也就是在阴间和阳世间 中间有个夹缝 因为阳世间 他也没有社会地位了 阴世间 他因为身上又带着极大的阳能 所以又不能够下去地府 因为那是纯阴之地 所以又不能下去地府 那么这样巴难横死者 他们在每七天再要 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再死一次 每七天再死亡一次 每七天再死亡一次 横死他在这个凶恶的恶鬼 阴阳界中间的这个巴难横死道中 这个备受欺录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 在这样的一个巴难横死的鬼的世界 恶鬼 凶恶的恶鬼的世界中 是没有警察 没有神明 就是恶鬼当家 谁凶恶 谁说了算 在那里备受欺录 这个 虽然是想去转世轮回 也没有这个资格 那么他们是十分辛苦的 所以这次我们呢 这个 魏赛节 全球连线 办一次大法会 重点是巴难横死众的超度 这个清明节有清明节的主题 这次我们的魏赛节 赶紧把这个 已经 这个被冠病折磨而死的 这些众生进行一次救度 希望他们能从这个恶鬼道中 得到救拔 那么这种救拔 有两种救拔方法 他活着的时候 这个福德 身后 功德卓著 那这样我们可以用增扬 超拔法 直接送他去极乐世界 直接去送他去三山道 那这是什么 这是超拔超度 那么对那些 活着的时候 没几什么福报 没有什么功德的众生 进行退阳 送阴 送入 去地府 转世轮回 完成下一段生命历程 这个叫退阳 送阴 送入法 那么这个 就是我们 全球连线举行大法会 我们重点 要把这几十万 这个因为 这个冠病 在短短的 这么几个月内 丢失生命的 这一个群体 进行超度 否则这些厉鬼 相当于淹死的 因为他不能呼吸 而死亡 淹死的这些众生 他生活在 我们这个地球空间中 他的怨恨 不能够得以宣泄 会对我们活着的人 会对地球的整个场性 带来极大负面的影响 影响着活着的人 影响着活着的家人 活着的亲朋好友 直接影响着整个人类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 在接下来的魏赛节 然后 大家发大善心 做大善事 这个帮助 发难横死的众生 不仅是冠病死亡 这个地球 每年因为病死的 因为车祸而死 因为空难而死 各种各样 这个自杀 战争死亡 这个非难死亡 非死死亡的 这些横死众生 我们这一次来一次总超度 包括这个过去 这个从今年往前属 无始劫的 这些八难横死众生 没人管的孤魂野鬼 所以这次让大家做大功德主 不是光为自己的祖先 不是光为自己认识的 原亲债主 亲朋好友 办这个事 那么要发大善心 为整个人类 有史以来 光阴天 我们从光阴天下来 我们叫猿人 猿是原本是人的 这个生命链 为这些猿人 为这些地球众生 地球这个其他的 这个动物界 植物界 八难横死的 也很多 也都一柄超度 那么这个 人家活得好好 你要吃人家的肉 把它杀了 你这个不小心 蚂蚁 昆虫这些 你把它杀了 这些都是非死 这个八难横死 八难横死 所以大家要重视 希望大家积极地去参与 为进化地球场性 为进化我们这个 一百四十亿年的 宇宙时空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